物价飙涨终于传出有企业要加薪了 每年7月份几乎都有调薪的台速集团 今年传出加薪的幅度大约是3% 升保的总裁也宣布 7月起要全面加薪3%到5% 不过即使如此还是有5成4的企业 已经有三年多都没有调薪水了 万无其涨什么都在涨 不过现在有好消息传出 因为有些人可能连薪水都要跟着涨了 升保总裁就宣布 因为营运绩效好 7月起全面加薪 比原本规划的幅度还要大 因为一口气要调整3%到5% 而且如果获利比去年少的话 年终奖金还会再加码 团要提振士气提训民情的还有台速集团 几乎每年固定在7月调薪 这次也传出要涨3% 让人听了真的觉得好羡慕 经来说的话 大概真正有调整薪水的 大概在三成上下 然后有五成四的这个企业呢 其实在里头有三年多都没有调薪的 不过每次调薪的几乎都还是固定企业 对大多数的上班族来说 还是只能望洋心探 希望自己公司刚快加薪 才能抵御高物价时代